在磁铁上面接两接线就能很方便的给电池充电 你看这是一个报废的喇叭 这个黑色的就是一块磁铁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法 首先看这个磁铁因为是个圆形的 把那个线的时候不好接线 为了方便操作 在这我找了两个LED灯后面拆了的小磁铁 用它更容易接线一点 接下来再找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 从小头这部分给它剪掉 之后呢然后留下红色的和黑色的这两条线 我们把这两条线分别给它接在这个磁铁上面 因为这个磁铁啊 很容易接线比较方便 上面也带螺丝 黑色的线红色线这两分别都接上去 接下来后我们来看 这个磁铁呢你看很容易就能吸上去 说明啊它的磁性非常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呢找个手机的充电头把它插上 用它就可以快速的给一些这种锂电池给它激活 给它修复充电 你看这个锂电池啊就是放了时间长了 充分上电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啊 把它放到充电器上来看一下 你看 还是绿色灯说明啊它是不能充电的 在给它激活修复充电之前 首先呢先来测量一下它的电压 我们给它充完电后再做个对比 充电之前它的电压呢是2.86V 然后呢咱们接下来就可以用它来给它充电了 充电的时候呢你看这黑色的是它的一个负极 要把它接在电池的负极上面 你看就这样轻轻一放就把它吸上去了 然后这个红色的是正极正负极一定要弄对 然后呢也是一样把它吸在正极上面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方便是吧 也不需要用夹的也不需要用胶带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啊 直接吸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头你看啊 把它插在电源上面 这样呢你看就可以啊给这个电池激活修复了 大概充个一分钟之后 然后呢给它断掉电 断个一会儿大概半分钟吧 再给它接着充个一分钟 等会儿呢我们再来测量一下它的电压 看一下充进去多少电了 好现在呢已经充了两次了 每次充了一分钟 然后呢把这个电给它拔掉 然后呢用网表再来测量一下 看一下它充进去了多少电 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电池给它激活修复好 刚才是2.86 现在我们看啊3.88 说明啊就这个是完全可以给它 激活修复的我们看是吧 有电了之后我们再用原来的充电器就可以给它充电了 我们看 变上红色灯了是吧 说明呢就是可以给它充电了 用这个方法呢就可以快速的修复 以及啊就是给它来应急充电都可以用这方法的 你看用磁铁非常的好用啊 非常方便 主要是好了 视频感谢观看 明镜中下来明镜中下来的城下来的